我很难去跟大家给大家看这些PPT OK 现在我先开我的PPT咯 还是一样的 每次我们开始新一课之前呢 我们都会一起复习一下 因为13课是不容易记得的 OK 所以我们的孙子兵法传播中心 是韩胜宝老师一起主办的 然后我们在小小兵法家呢 要把13篇 孙子兵法13篇介绍给大家 但是我们说第一篇的时候呢 就是说十几篇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开始呢 就要学会算 所以我们生存就要学习智谋勇 所以在孙子兵法呢 我们要学习智谋勇 在你们其他国学那里呢 你们就在里学到真善美 那么我们也提倡每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小领导 小班长 小领袖 小队长 所以我们说做任何事情 孙子说都要算 会算就会赢 所以要算才会赢 不是要拼才会赢哦 记得啊 所以自己要学会算 当然孙子兵法13篇就告诉你 所有的算法是怎么算 不同的角度算 我们说做一个领导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做一个领导呢 要提升自己的自信 人 勇 言 所以大家这五点呢 要好好的提升自己 当然我们选将 选班长 那有 也是要选自信 人有缘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小小兵法家呢 读这个课程呢 更加有这个承担力 担当力 还有付出的精神 那么讲到孙子兵法第二篇的时候 我们这叫做作战篇 我们说考场如战场 所以在作战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准备 怎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要先准备好了 要学会有 要学会有 怎么拥有 怎么借 那么又怎么省 资源就是你的准备 我们说很多国家 每个小孩子的这个处境都不一样 他们上学的环境也不一样 家庭环境也不一样 有些还要一般工作 一般上学 有些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们呢 虽然我们过了比较好的日子 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家长们 省他们的资源 这样大家整个家庭 就会有更多的资源 更充足 所以家长从小呢 就要让每个小孩 风衣足食 有玩具 有书本 有补习班 吃好的 吃了健康 去旅行 要买文具 这些都是家长从小 就要付出给每个 小小兵法家的资源 所以我们要感谢父母 对不对 那么从资源里面呢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 家长省的话 资源里面 我们可以省金钱跟时间 那么精神 家长的精神 也是一种资源 这样也可以省 他们的精力跟心思 所以这些都是家长的资源 所以我们从小 就要懂得 怎么帮父母 节俭资源 这样的话 以后他可能 家里存了更多钱 可以买更好的房子 或者更好的车子 或者给你们更好的 让你们有机会去读 更好的学校 更远的大学 那我们讲到第三课的时候呢 就是谋工篇呢 所有的事都要谋划的 我们说算嘛 所以算之前就是要谋 你要得高分 你要得满分 你要得胜利 首先你要知道怎么去得 怎么去想 知道怎么学习 知道要考什么 知道怎么应对 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知道怎么做准备 那么就好像我们要知道 你哪一颗墙 哪一颗落 怎么去谋 怎么去准备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知道自己 了解自己 了解任务 是很重要的 所以懂得谋 所以才可以成为一个 百战百胜的小小并法家 我讲到第四课的时候呢 我们讲军行篇了 就是你的形象 形象很重要 胖矮肥瘦 都是一种形象 所以首先呢 我们说外形 在外形呢 你要身材好 你是不是要锻炼啊 要去做运动啊 这样你的身材 就会好看 对不对 那么你要穿着 你要穿着体体面面 该烫衣服的就要烫 不要穿着 邋邋邋邋的 那么我们也要保持卫生 皮肤要洗干净 头发整理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外形 因为外形给人家的第一印象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内形呢 你们就是学生育病法 你们学文化 你们有性情 你们有修养 你们学礼仪 学音乐 学佛学 学乳学 学诗歌朗诵 学道学 学知识 这些都是你的内形 所以人家跟你说一些话 就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 一个怎么样的小领导 所以内呢 一定也要把形 造好 所以我们说 也要知道 考试的形状 因为我们就说 我们读书就是读20多年 所以有时候考试题目 我们都知道 考试的科目 我们都知道 可是考试的题目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考试的 科目的形状我们懂 可是它的题目的形状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 弱的要更加强复习 然后把那些强的时间让出来 去补那些弱的 可是也有一些人说 把强的弄更强 弱的就不管它 也有可能也可以 所以在形里面呢 我们都讲这个 度量速 生肾 然后就是说 你要知道 要有个度 你有多少科目 要去考 你有多少时间准备 然后你要算一算 你需要多少时间 如何去准备 那么你算了 再秤一下 到底时间足够吗 不足够 怎么调整 这样你就可以取得胜利了 所以所有的胜利呢 都要去量一量它的度 知道它的量 知道它的数 知道它的秤 就可以了 所以懂得 行 你就有了未卜先知的神通了 然后我们讲到第五课的时候 讲到宾室的篇 我们就说造势 造势 我们要有这个行动力 才可以有造势 所以造势呢 是要去推动的 要去做的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要认识 可能你们年纪小 不知道下来的环境是怎么样 好像我们趋势 是在整个疫情的趋势里面 那么你认识它了 你要怎么去克服它 所以认识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知道大环境的趋势 了解国际的环境 国家的环境 教育的环境 以后你要当什么 你要读什么科目 你想当警察吗 想当律师吗 做医生吗 做商人吗 做科学家吗 所以你要知道 以后的优势在哪里 当然也要你的兴趣符合了 OK 那么你就去用它了 好像你对某某东西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么这个是你很大的兴趣 你大的兴趣 你就会更加积极去做 所以这个试也是可以用 所以我们要认识的试过后 就得用 看到什么大试 趋势的时候 你不去用 你就被它就走了 你就没机会了 当然有时候我们 我们看不到的话 找不到的话 用不到的话 就要自己去找了 所以我们说 没有好成绩 可以自己造吗 可以啊 只要你努力去学习 去执行 你肯定可以取到胜利 所以创造你有力的环境来取胜 就是造试 那么造不了的时候 最后就是还可以借 有时候可以借朋友的力量 借老师的力量 借哥哥姐姐们的力量 来学习 这个叫做借试 所以有的是 什么目标你都可以迈向成功 我们讲到第六课的时候 就讲到虚实篇了 这个就是每个小朋友们要懂的 从小就要懂的区别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每一个事情都有两遍去看讨 所以我们讲阴阳之味道 还有虚实 所以我们说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害你的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 骗你的可能是你最熟悉的人 所以我们要张大眼睛 眼观六路 八方耳目 了解情况 用心思考 用脑思考 用时间来思考 可以的时候 现在是真的 明天就变成假的 所以真跟假假 每个小孩都要去学习 从小就会领会 不要随意跟风 不要只看外表 外表就给人梦骗了 所以虚实 以真假 懂得可以保护自己 壮大自己 这个是我们的第六课 当我讲到第七课的时候 我们讲均真篇 我们都知道 不该真 很多东西是不该真 因为真的会害自己 害人害己 所以真其实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多和睦共处 跟大家双赢 一起共享 和睦共处 可是要争取是什么呢 每个人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要争取的真的是时间 把时间管理好 该快的时候快下来 该慢的时候也要慢下来 所以争取时间 是一个必要争取的事情 然后机会 机会也是要争取的 有时候很多机会 在我们身边而过 我们不积极 没有看到那个 居士 就没有去抓紧它 可是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懂得看机会 看到机会的时候 要把它抓紧 所以机会是可以争的 机会来了 你肯定要去争 然后也要争上风 争在上面 什么东西 我们要看得更远 更阔 就要站在上面 所以要 站上风是怎么争呢 就是我们要去争取学习 争取把自己的思维 可以更加的 把它一直提升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争取上风了 所以在思维里面 有上风 你就可以看得更远 更火 所以懂得争取时间 机会 高峰 思维 一切都可以帮你迅速的得到胜利 然后我们讲到 第八篇的时候 就讲到九变篇 九变篇 今天是重阳节 九月九 所以讲到九变 九就是个大数目 所以我们要学习会变 要学生奴空 遇到危险的时候 变 遇到什么事情 不通的时候 都要有变通 所以孙子兵法72变 是帮他的团队一起去取了吸金 然后小兵法家又懂得变 我们的环境也不停的在变 所以以前我们从来没有 很少会在网上上课 可是现在变了 我们要在网上上课 这个也节省很多时间 可是它也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坏处 如果每分每秒 里里外外都在变 静静远远都在变 所以我们要学的 要用学什么自变跟应变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切记切记 在某某情况下 即使你的亲人 或者你亲近的人 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不要听他们的命令 或者话 因为只要是对你生命不利的 有时候你就要 有自己的判断 去应变 然后人生呢 就有很多多多的变数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变 不然的话 我们会很辛苦的 因为你不变通的话 你就会被卡住 卡住的就慢慢的 被这个市场淹没了 现在我们很多 大伙伴大姐姐们 在做生意或者工作上 只要他们不变形 不变 在这个疫情的经济里面 都会被吞没的 我们讲到第九篇的时候 就是行军篇 行军篇我们讲 行军篇就是路 是人创出来的 我们要懂得怎么走路 要学会走路 就不会走到冤枉路 我还是要说那句话 眼观要六五路 走路看路 不要分心 很多小孩子 一路看手机 一路走路 违反交通规则 这个是很危险的 你把自己 放在一个危险的路上 所以行军呢 是讲说 怎么走 那么我们要观察 自知 好像 我们要知道 从小就要知道 医院在哪里 警察局在哪里 警察局几号 如何去求救 因为你在家里 可能有一天 你的长辈不舒服 很急着要去医院 或者你看到 邻居有危险 你要怎么去 打电话报警 知道警察局在哪里 或者消防局在哪里 邻居的架着火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懂得路 那么行军篇 我们也讲到 该走的时候要走 该跳的时候要跳 该轻步的时候要轻步 该快步的时候要快步 慢步跟跑 所以单单走路 行军 行步 也有很多学问在内 所以我说有时候 以前的人 过河过不了 又不会游泳 一掉进水里面 就会死了 所以我们说 从小就 我们该学游泳 把自己壮大 学游泳就把自己壮大了 才不会 掉进水里面 不会淹死 可能你还可以救人 那么你可以学习 这个心脏复苏 那就更好 可以帮助人 如果你看到有人遇到危险 被淹了 把他救上来了 晕倒了 你还可以用CPR 来救他 所以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要休息够 要健康 要喝够水 新加坡很热 这几天也是特别的热 所以希望大家 多喝水 学游泳 所以这个你才可以行军 寻得棒 所以懂得行 你一定会一路平安 一路走好运 那么上星期 我们讲到第十篇 就是讲到地形篇 所以我们知道 要知道危险地方 不要去 你看到这个标志 知道不可以在这里玩水 就不要去开玩笑的 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生命可能只有一次 所以不要随便去偏僻的地方 不要让人爬高 因为爬到越高 你摔下来 就会越严重越痛 然后看到人家 打斗 不要去参与 因为不关你的事的时候 你会把自己 处在那个危险里面 急流的河边 大海的海边 不要在那里乱玩耍 如果看到有火灾什么的 也不要自己就 麻木的去救人 可能你打 995叫消防学 叫专业人来帮你 来救活 那么当然 要学会看地图 我们说 每个小小兵法家 看地图是很重要的 那么国家 有什么禁区的地方 也千万不要去潜入 不然人家怀疑 你是间谍这一类的 或者去那边 搞破坏 你就会被抓了 所以 哪里都好 要注意环境 知道自己方向感在哪里 也不要随意去 把这些小森林 不要调戏动物 这些都是危险的 可能他会咬你的 一个小猴子 对吧 龙蛇混杂的地方 也尽量不要去 也不要随便 让人家带你去 你不懂的地方 即使有时候好玩 不要给他骗了去 那当然我每次都说了 我们的马路要很小心 过马路要小心 高速 每年新加坡都有很多很多 人在路上被车撞了 被脚踏车撞了 被车辆撞了 都有 所以要多看路 直到有危险的时候 快闪快闪 老师要你们安安全全的 所以看到这些标志 远离远离 OK 所以我们说 小小兵法家 虽然你会看到 有很多危险的地方 不好去的地方 可是我们也要学会克服 所以是学防身术好不好 有麻烦的时候 你能防两下才跑 学游泳用指南针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地图看得更厉害 更加懂交通法则 懂哪里该过马路 哪里不该过马路 学游泳 学救援 把自己体能弄得更壮 所以跑一跑的快一点 对不对 有时要逃命 你没体能 你逃不了命 所以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懂得观察环境 如果有火的话 真的消防局来不及来 可是你又不懂得用灭火器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会用灭火器的话 你就可以帮忙去救人 然后也要懂得野生 野外的生存树 如果你在森林里弄丢了 没饭吃怎么办 会不会抓一些蚂蚁啊 草啊 怎么去找水喝啊 对吧 所以要有危机感 不妙就要逃 要懂得看真实 不要给人家忽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形片了 所以地在你脚下 但危险永远都在当下 小小兵法家要学会 不只是避免危险 还要学会克服艰难的地形 今天我们已经讲到第十一课 我们多两个星期 就把生存树朵读完啦 OK 那么我们说 我们就讲第十一篇 也是跟地有关系的 九地篇 当然我们说打仗了 我们会处在不同的地段里面 可是韩老师呢 把这个九地篇呢 做了一点点的改 然后他说 这个呢 应该分享给我们所有新加坡 特别是我们新加坡 小小兵法家的学生 我们讲新加坡也是有九地 所以我们讲现代一点的 以前呢 他的是古文就说 有死地啦 生地啦 交地的这些的 可是这些对我们的 小小兵法家呢 可能还来不了 还用不了 可是在我们住的地方呢 老师也把它分成 九种不同的地 叫做农地 养地 商地 文地 高地 海地 岛地 足地 还有工地 让大家看看 我们说风水宝地 新加坡有没有 有 就叫做龙抬头的地方 就是我们新加坡的乌节路 这条龙脉 上居 住农地 所以从风水看 五极芝麻山 像一条龙 一路向南延伸 因为在我们的龙头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政府啊 伊斯坦那 总统 总统府 然后你知道这条街吗 住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 我们的富人区 名校也在那里 总统府也在那里 所以这条线啊 就是一直跟着这个 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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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到了我们的总统府 所以老师称这个为龙生与龙头 所以以后啊 叫你妈妈住哪里呢 就住在这条龙背上 就很棒了 一个地方 所以住这里的人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 都是很厉害的人了 在新加坡 那当然我们说 养地 新加坡是个花园城市 处处都是绿化 而氧气最足的是 食物园的那一带 所以以后你们住的地方呢 当然你住不了 植物园也可以找 哪一个小区里面 新加坡每个小区 都有一个大花园 所以尽量就住在 这个小区里面 所以有负离子 很多 负离子天堂 那么有了负离子 对我们人的健康是好的 所以当你在选房子的时候啊 你可以跟爸妈说 我们住的地方很重要 不要住在那种车辆 穿行很多的地方 因为他们的废气就很多了 住在这个植物园 像植物园的地方呢 那么你的负离子就很多 新鲜的空气也很多 这个对身体 是非常的好的 那你就 每天有那种 坏空气的话 你迟早都会病了 那当然新加坡 你要懂我们的上帝在那里 其实很多人呢 最想在这个地方工作 对不对 很多父母也在这里工作 所以我们哪里都是这个 这个商务的地方 商铺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金融中心 多人的地方 这个就是商地 所以在商地呢 就是我们 国家做生意的地方 做大生意的地方 交流的地方 都在这些商地里面 所以这里 是很贵的 也很多 可是他们请 聘用员工啊 这里也是非常的多 全部都是高楼大厦 所以这种叫做 商地 你们都知道 那么还有文化地 新加坡有很多文化遗产地 保留遗产 讲历史 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都是这里 新加坡博物院啊 这个孙中山基点园啊 都是叫做文地 所以你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 或家长们 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 是文地 所以你很喜欢 历史的收藏品的 文化特色的 你可能居住的时候 可以住在这些 文地的附近 那么还有 我们说高地 现在我们说 住的越高越高贵 现在的房子啊 有些人喜欢住的 非常非常高 也是因为我们空间 新加坡很小 所以我们要住高 可是高呢 你就可以得到那个 空中别墅的那种感觉 就是景观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 所以有些人呢 是喜欢住在高地里面 海地 可是这个也是很多 家长都喜欢的 住在海边房 那边可以去海滩玩 很开阔的视野 可以看到海景 所以住的地方也很漂亮 所以同学们 你们想住哪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岛地 你们去过圣桃沙吗 是很好玩对不对 新加坡其实有63个岛 可是只有一个岛可以住 所以最出名的就是 这个圣桃沙 有机会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去看看 住在那里就好像 今天度假一样 老师呢 可能12月要搬去圣桃沙住了 到那时候希望可以 约你们来玩 还有足地 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有马来村 牛车水 印度 印度村 小印度 都是他们集中足地的地方 所以你喜欢某某文化的 你觉得你要跟更多马来族在一起的 或者你是印度族的 印度族的 跟更多印度人在一起的 你可以选择在这些地方 因为那里也有主屋 有房子 只是他那边的商铺 电 多数都是跟着印度市 华侨市 或者马来族市的 OK 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工地了 工地呢 我们有工业 农业 绿地 其他用途 我们都知道工地都在比较远的地方 不是在北边呢 就是在新加坡的西边 东边也有一点 那当然如果你是做农工的 或者说工业的 在新加坡 可能你选择住的地方 就会选那几个地方 OK 所以我们的酒地 讲完了 所以小小兵法家呢 也要懂得 有哪种地块 像以后你们在 做事情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 应该住在哪里 什么地方适合你 这个酒地也不一定说 它只是这九个而已 它是可以混合的 可以说是那个 文化地啊 跟这个商务地啊 在一起的都有 都有的都有 OK 所以我们跟注不同的地形 不同的特点 选择适合你住的地方 选择你工作 选择你居住的地方 或者选择你上学的地方 OK 所以今天我的生日兵法 第十一课 讲完了 很快我们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我有一些重要的拍摄工作 所以可能下星期 我不能做第十二课 那么后个星期 我们继续十二课好不好 先跟 峰雷教授请个假 OK 所以谢谢大家 今天孙子兵法 讲到这里 来 峰雷教授 请接回去 好 那非常感谢孙老师 这个今天 这个得到非常 非常深的教育 这个 孙子兵法传播中心呢 应该讲是 因地制宜 把咱们这个 孙子兵法的酒地呢 结合新加坡的实际情况 那么 甚至结合了 这个房地产的一些 一些商业的一些思路 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好 我也是第一次 才了解这个 新加坡的龙脉 这个这样我们就继续 我们继续 等一下子 我会 等一下 我会分享我的屏幕 我们会先来 学习一段新的 然后我们再复习好不好 等一下 这个我看看 但是它在哪里呢 这个可以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吗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等一下 好 那么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对吗 可以看到吧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今天我们学的新的内容呢 是中庸 是中庸 那么大家都知道 论语呢 是这个孔子是吧 孔子他所 他的一些孔子 以及他的弟子的一些 一些言论 那么中庸呢 是这个 他的孙子叫子思 子思 他的他所住的 那么中庸一书 经文为武 可以看到是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中庸一书 经文为武 是吧 参天 参天 这应该是什么地啊 参天两地 是吗 这个包括金谷 然后呢 他是 就是说是个 子思呢 是山东屈府县人 那么他是 孔子之孙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 讲中庸的 大学中庸论语啊 这些都是儒家的 儒家的 经典啊 儒家的经典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这个 读一下这一部分啊 我先把这个 给稍微的处理一下 就这样吧 我看啊 这个我在截图的时候 觉得有点不太 不太好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是吗 十五 不要画啊 不要画 行远章 行远啊 行 行就是什么呢 我先解释一遍 然后读一遍 之后大家跟我一起读 好吧 那么是中庸的第十五 行远 就是要走得远 大家记得村子兵法 虽然是讲过 这个行军章 对吧 那么行啊 就是走 走路啊 行远呢 就是要走得远 那么引申出来呢 就是说呢 你要做事情啊 做事业啊 做得大一些 是吧 那么这个 个人的修养啊 要好一些 所以行远 我来解释一下啊 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 那么做君子啊 是什么道理呢 那么譬如 譬如 行远避自尔 什么叫行远避自尔呢 你觉得如果你想去 你想去 假如说在新加坡吧 假如你想去 东海岸 那么从西海岸到东海岸 你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嘛 你肯定要从你家开始 是吧 然后有一个计划 所以呢 你想行得远呢 就要从近处开始 所以行远避自尔 明白吗 就是要行得远呢 无论你要走多远 肯定要从起点 什么 从零开始 对吧 这个行远避自尔 而且譬如什么呢 就像是 登高 必自卑 假如大家登过一些高山呢 比如说泰山呀 华山呀 武台山呀 等等啊 就知道 你想到山顶上去 肯定要从山下开始 是吧 那么这个自卑呢 不是说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 是说呢 从低的地方开始 所以自卑这个词呢 原意不是说现在的意思 所以登高 登高 必自卑 要想登高呢 一定会从矮地方开始 所以诗约 就是中庸 诗约 中庸在桌子上 妻子好和 妻子好和 如骨色情 兄弟既息 何乐且丹 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 就是说的 叫情色样和名 那么兄弟的关系呢 这个何乐且丹 就是很欢乐 家庭的这种融洽 幸福和欢乐 一一耳世家 乐耳 七奴 然后呢 这个要 从尽开始 所以为什么叫从尽开始呢 我们先是修家 这个 成心正义 君子呢 是要成心正义 然后呢 修身齐家 所以齐家是第一步 如果你在修身齐家 然后才是治国 平天下 什么 那么以前的理想 修其治平 先从个人的事养开始 然后呢 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 把家庭搞得和和美美的 然后之后才是 这个治国 当现在不一定是治国了 可以是治学 也可以是经商 也可以是从政 总是是你的事业 我们可以理解为事业 然后平天下 那么到立定藤次呢 很多人他会跨界的 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之前呢 因为中国有很多小的诸侯国 所有这些诸侯国的理想 就是能够把中国给统一了 就叫平天下 所以修其治平 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来理解呢 我们要好好学习 那么给自己好的修养 然后呢 这个能够 对上 那么孝顺父母 对下 对中间呢 和兄弟姐妹 和睦相处 将来成家的话呢 与你的这个丈夫 或者你的妻子 和和美美 如果有孩子呢 要教导好孩子 对吧 就像现在你的爸爸妈妈 一样对你是吧 这样呢 这个家庭 作为一个社会的尽力单位 是和和美美的 那然后呢 之后 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做好我们的事业 无论你想做什么 你想经商也好 你想从政也好 你想做学问也好 或你想做一个艺术家 那么工匠也好 无论什么事情 都是一个事业呀 是吧 哪怕是说 你这个我想做一个很小的事情 比如说我 我就喜欢 我就喜欢 比如说我就喜欢 就干什么呢 想个例子 想一个例子 我就比方我喜欢 我喜欢种植 是吧 我愿意做农场 可是这个农业 本身也是很复杂的呀 是吧 怎么去施肥呀 怎么去照顾你的职务呀 这都是需要工匠精神 无论做什么 没有大事小事 没有说高尚的职业 和这个低贱的职业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这个 只要你喜欢 你投入你的精力 都是好的事业 而且都可以成为大家 所以呢 这个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 遗而加世 乐而欺怒 让家庭呢 搞好你的家庭 然后呢 让你的 妻子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你的丈夫 和你的孩子们 都高兴 所以子曰 父母 其顺你 然后呢 这个父母 又顺心 所以这里呢 比较重要的一句就是 行远必自尔 登高必自卑 那么现代社会呢 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是 眼高手低 那么志向远大 志大才疏 但是呢 真正 不能够放下身段 从小事做起 那么大家要记住 我们既然学了国学 这个学了儒家 是吧 就要知道 行远 那么在几千年前的时候 那么这个子司 孔子的孙子 就讲过了 行远必自尔 登高必自卑 要想行得远呢 肯定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是吧 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要爬山的话呢 你想会当灵爵顶 一览众山小 很有气势 但是不见得呢 你就能 像跳上去了 是吧 那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要一步一步一步的 登上去 付出努力 付出时间 还有计划 才能够 才能够 会当灵爵顶一段 十三小时吧 会当灵爵顶一段 十三小时 是一个主观的愿望呀 可是当你要登高的时候呢 你要从低处做起 是吧 慢慢的来 好 你看你这个小箭头是吧 哪怕你是45度角 你也要从这开始 对吧 这是谁放的箭头 画得很好 再放一个 谁放的箭头呀 可以再放一个 对吧 你想 你想到这 你要从这开始 是吧 你看 这个箭头很高 是吧 假如说这是我们的目标 在这 对吧 我们仰望星辰 我们想要登高 我们想要汇荡 灵爵顶 我们想要成就事业 如果是帝王的话 成就霸业 做科学家的话 做好的学问 经商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大的企业 百年企业 你要从底下开始 是吧 没有说下去上去的 有吗 有这样的吗 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 是没有这样的事的 你要从低处开始 好 大家听明白了吗 基本上 现在我来读 大家跟我读好吧 我们开始读了 这个中庸的十五 行远章 大家一起读 行远章 行远章 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 大家都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 因为这种经典 要反复地诵读 对的 我再来 君子之道 我先读 你们再读啊 君子之道 譬如 行远 闭字耳 譬如 譬如 行远 闭字耳 譬如 灯高 闭字耳 譬如 灯高 闭字 悲 譬如 灯高 闭字 悲 诗 曰 妻子 好 和 如 古 色 琴 诗曰 妻子 好 好 好 和 如 古 色 琴 兄弟祭夕何乐且丹 兄弟祭夕何乐且丹 以尔世家乐而欺奴 以尔世家乐而欺奴 应该是奴啊 子曰父母其顺以乎 子曰父母其顺以乎 对我们再读一遍啊 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 大友念读 譬如行远闭字尔 譬如登高闭字尾 譬如登高闭字尾 诗语妻子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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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股色情 安 conspiracy 那么通过诗语妻子 auch和 明俊和妙玉的爸爸 就是谈古琴 明俊 明俊 明俊和妙玉的爸爸 就是古琴的专家 琴色的琴就在这里 如古色琴 我的老师 兄弟忌兮 和乐且丹 以耳世家 乐耳欺奴 子曰父母齐顺以乎 我觉得这句大家要反复读顺 这样我现在跟大家只读这一句 底下大家回家之后可以读一读 君子之道 譬如行远闭字尔 譬如灯高闭字尾 譬如灯高闭字尾 来封大友读一遍 我们不用往下读了 我们现在就是送点这一句 来封大友读一遍 读到哪 待会儿 你让嘉义先读完全部 嘉义已经读完全部的吗 和乐且且丹 和乐且丹 以耳世家 以耳世家 乐而欺奴 子曰父母齐顺 以乎 很好很好 这样F9 你读一下 读君子之道 读到灯高闭字尾 来 从这儿读到这儿 大声的读 君子之道 大声 譬如 行远 闭字尔 譬如灯高闭字尾 读一二三四声 一二三四 注意一二三四四声 横的是一声 往上读的是二声 打折的是三声 往下读的是四声 大家注意这个 读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的小车 对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小车 我们的这个 读的小车 我看看 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小车 现在明俊和妙玉 可不可以试一下 君子之道 读到灯高闭字尾 好吧 这三句 妙玉和明俊 试一下可以吗 来试一下 事实不要紧 我先读一遍 你们听听 然后你们两个读一下 君子之道 譬如 行远 闭字尔 譬如 闭字尾 灯高闭字尾 来 妙玉和明俊 君子之道 譬如 行远 字 闭 耳 闭 字尔 呃 譬如 藤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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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闭字 碑 很好啊 很好 这个 诶我怎么听到你的自己的声音 那个 妙 妙玉 没听到好像是吧 嗯 我是妙玉 你是妙玉是吧 那明俊呢 那明俊呢 为什么没听到她的声音呢 明俊 明俊可以读吗 试一试好不好 你跟姐姐一起读可以吗 君子之道 好 譬如 行远 闭字尔 譬如 灯高 闭字尾 可以试一下吗 君子 要不要试一下 没事 没关系 来试一下 君子 想想 没事 你想想 不要紧啊 慢慢来 给又 你好了吗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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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吗 这个是吧 很好 很好 然后我们都要做君子 所以说做君子的话 就像是怎样呢 要走得远就要从近处开始 要登高要从低处开始 这是君子之道 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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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阳读一下 好吧 君子之道 譬如行愿 闭字尔 譬如登高 闭字杯 但是我 但是呢 我一直 你会吗 你可以读了吗 我一直出去又进来 出去又进来 你今天没有听到是吗 对 OK 那下次我考你好吗 回家之后复习一下 下次考你啊 好 今天呢 我们这部分就学完了 然后呢 我们会看看 是不是要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上一次的 等一下啊 好了 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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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读一下颂词 颂词 我们上次学的是什么来着 对 我们学的是这个 大臭屁 注意你的素质啊 风大友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明月几时有 现在可以看到吗 看到了吗 看不到吗 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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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月继续有卖达酒杯晶天 晶天 天下宫阙 何年 我遇 从风归去 我遇 我遇 我高出 我胜台 今五 弄清音 何事 何事在人间 何事在 sait 何事在何 何事在 何事在 稍不冬 希望什么 稍不冬 何事 常常 何事 常 酸 何事 何歇 何事 监 orders 셔야 我们再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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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读一遍